很多人都尝试过用AI生成影片 结果不是跑出来奇怪的画面 就是影片完全不适合商用 但是我最近测试了Invital Elements Video Gen的功能 让我真正觉得这才是创作需要的AI影片生成工具 这三段影片都是我用Invital Elements Video Gen生成的影片 接下来我就会一步步去带你实测它到底能够做到什么 我是 Grayson 这里主要分享YouTube运营流量变现的技巧 我每周会分享三部影片需要记得对我们频道 那也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Invital Elements 来到Invital Elements里面你可以选择Gen AI 那现在的Invital Elements它有很多AI的功能 那今天我们着重讲的就是这个Video Gen功能 那现在我们进入到了Invital Elements它的AI Video Gen功能了 那在底下可以点击这个加号 它有三个选项你可以选择 首先你可以擅长你的图片 然后在这边输入提示词就能够去生成相对应的影片 或者说你输入提示词然后让它去生成图片 接着去把图片去变成影片也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让AI生成影片的时候也可以给它加入声音 让它可以说话或者加入对话都是可以的 然后底下你可以选择生成影片的格式 你可以选择横屏的16比9或者竖屏的9比16都是可以的 那么首先先开始去输入文字 让Invital Elements它的AI Video Gen去生成相对影片 那这边我首先要告诉大家 如果说你是在2025年的9月份去看到这期影片的 Invital Elements在9月的时候会提供这个AI Video Gen的功能无限期的使用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订阅了Invital Elements 在这个9月份你是能够去无限的去使用这个功能的 你可以用AI去生成无限个AI影片 那这里我是能够去输入中文的 比如说我输入一只熊猫和一只小老虎在一起玩耍 然后呢就可以选这个Generate 这边AI就在生成相对的影片 那很快呢Invital Elements的Video Gen 就帮着我去生成了这样的影片可以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不仅画面是非常真实的 同时呢还有带有音效背景音都是有的 如果说你喜欢这样的影片就可以选择Download 如果说你不满意现在生成的效果 你可以选择签笔的标志 在这边呢重新去修改你的提示词 那这边Invital Elements它有一个功能就是 你可以使用AI去加强你提示词 去产生更好的效果 那你可以注意到当我使用这个AI加强提示词的功能 那我刚才中文的提示词就变成英文的了 但是呢它所表达的意思 还是跟我刚才中文提示词是一样的 我可以翻译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翻译之后的提示词 它就提供了更加详细的介绍 以及那些场景的修饰 然后呢它有这个预览第一帧的画面 这个是图片的形式 如果说你买一张图片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设为你影片的第一帧画面 那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让它再去生成 选这个向上的箭头 那这边呢就要生成第二张的画面了 那现在呢就生成了第二张的画面 如果说你更喜欢这张图片的话 你可以把它设为你AI影片的第一帧 也是可以的 那这边呢我把这张画面就设为第一帧 那你可以看到它就作为我的第一帧了 然后配上这个更加详细的提示词 这边呢选择产生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呢 就把刚才图片就设为我的画面第一帧了 然后呢配上这个更加详细丰富的提示词 再选择这个Generate 那这边Invital Elements的VideoGen呢 就帮助我去生成了这样的画面了 可以来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呢画面是更加丰富的 同时运镜也加入了一些 就生成了更加立体画面的影片 那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喜好 你输入中文输入英文都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每次都要用AI来提升的提示词的话 那输入英文呢是更加方便的 对英文的提示词来说 你是可以使用CHATGBT 或者是其他的AI工具来帮助你生成的 那接下来呢我就输入英文的提示词 来让它去生成另外一个画面 那它的意思呢就是这个 一股巨大的海啸浪潮 逼近一座未来主义的沿海城市 电影般的超现实的剧情性的灯光4K 那可以来预览第一张的画面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画面呢是这样的 那如果说你满意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去设成你影片的第一张画面 那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 一种方式呢就让它去提升这个提示词 现在呢我就提升提示词了 然后呢再生成一个另外的画面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升级过的提示词之后呢 这个画面就更加丰富了 并且呢更加有场景感 我就可以把它去设成我画面的第一张 但是这个生成影片的提示词呢 并没有加强 我就选择再加强一次 再加强完之后呢 再选了这个Generate 那这边Invital Elements的Videogen呢 就帮助我去生成这样的画面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整体效果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有一种大片的即视感 但是可以注意到呢 当海浪进入到城市之前呢 这个城市呢就有一些变化了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 有一个比较不真实的变化 这也是AI生成影片的时候会遇到的情况 所以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 是可以重新生成的 或者说重新修改提示词都是可以的 但总体来说呢 效果还是不错的 它也生成了 包括海浪它的印象都是有的 那接下来我们试一下 如果说我们散除我们自己的影片 再让AI去根据它来生成影片 会是怎么样的效果 这边我选了这个Upload Image 我加入的是这个产品的图片 我想让Invital Elements它的AI Video Gen 去把这个产品图 去变成一个15秒广告的影片 那这个AI Video Gen呢 它每一次能够生成5秒钟的影片 所以呢我们需要去生成三段影片 那每一段呢 都是需要去提供给它特定的提示词的 那这边我是加入第一段提示词 它的意思呢就是 大理石机座上面的奢华化妆品 背景中闪烁着霓虹灯环 电影灯光 柔和的聚光灯开启 戏剧性的阴影 4K商业风格 那我也可以选择让AI去加强这个提示词 那现在呢我提示词就加强了 再选择这个Generate 那这边Invital Elements它的AI Video Gen 就帮助我生成了这样的画面了 可以来看一下 那这一段画面呢 是我广告的第一段画面 然后呢我再更换第二段的提示词 电影摄影机缓慢地去围绕着一款奢华的化妆品遥射 产品表面反射着光泽 背景中闪烁着霓虹灯环 漂浮着细微颗粒 还有以人注目的商业照明4K 那我也是能够去加强这个提示词的 在加强提示词之后呢就可以选择Generate 那现在Invital Elements它的AI Video Gen呢就帮助我生成了第二段的画面 可以来看一下 那这个呢就是第二段的画面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生成第三段画面 那现在呢我加入第三段画面它的提示词 电影特写镜头放大了奢华化妆品 闪闪发光的反射 未来派全系光在产品后面爆发 优雅的颗粒漂浮 4K戏剧性商业风格 那也是一样可以加强这个提示词 然后呢选择Generate 那现在Invital Elements它的AI Video Gen就帮助我生成了第三段的画面了 可以来看一下 最后呢我们把三段画面整理起来去看一下同一个效果 那别忘了在整个2025年9月的时候 无论说你使用文字去生成影片 或者说你上传自己的图片去生成影片 都是无线使用的 能够让你去无线生成不同的影片 那Invital Elements它的AI Video Gen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能够去添加声音 就是打开这个Speech 那这个功能它是有限制的 就是每个月呢只能够生成30次 而且在我经过不断的测试之后 虽然说你能够去输入中文去生成影片 但是它有时候呢 它并不能够完全准确的去读出我输入的文字 比如说这样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 记得紧握哦 我们下期再见啦 所以如果说你想使用这个功能 去生成说话的影片的话 那是比较适合于你生成英文版的影片的 里面的人物它是说英文的 不过呢我也相信之后这个功能呢是会不断的改善的 就能够让生成的影片能够去准确的说出中文的话啦 那如果说你想使用AI配音的话呢 你可以使用阿里斯塔的AI 那之前呢我有制作过相关的影片 你可以现在点击右上角出现链接 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呢 你可以接着去看那部影片 那这边呢我就输入提示词了 它的意思呢是这个 一款时尚的现代智慧型手机漂浮在未来派黑色舞台上面 电关闪烁电影产品广告风格4K 然后呢会包含语音介绍科技的未来 专为你设计 这边也可以选择让AI去增强这个提示词 然后呢就可以选择generate 那这边invital elements它的AI video gem呢 就生成了这样的画面了 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广告级别的影片了 可以直接拿来作为推广 那这边呢我输入另外一个提示词 就是一位职业女性她站在充满未来感的玻璃办公室里面 全息图表漂浮在空中 影院般的灯光4K分辨率 她发表演讲欢迎来到视频制作的未来 有了人风智能你不再需要相机或者工作室 然后加强这段提示词 接着呢选了generate 那现在invital elements它的AI video gem呢 就帮助去生成了这样的画面了 可以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是非常自然还有真实的 那这边我想特别提一下呢 invital elements它其实是创造着它的一站式的创意平台 除了有很多AI的功能 包括AI的影片生成 图片生成 音乐生成 还有音效生成 图案生成之外呢 invital elements还提供了大量的 5版权可商用的影片素材 在剪辑时候可以用到的剪辑模板 各种的音乐音效 还有图案插画这些 在你设计时候用到的一些模板 大量的5版权可商用的图片 这些呢你都是能够在invital elements 这个平台上面去找到的 那更惊人的是什么呢 这些所有的资源 你每个月只需要16.5美金 只要订阅了这计划呢 你就能够去无限使用这些素材 这些AI的功能 特别是在2025年9月的时候呢 你是可以使用它的AI 去无限生成各类的影片的 这些素材 这些AI生成的图片影片 都是能够让你去商用的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开始使用invital elements 无论说你要去创作影片 还是使用AI去生成图片影片 这工具呢真的非常实用并划算 如果你对这类型的AI工具感兴趣 那么我推荐你观看另外一部影片 这工具真的非常神奇 你只需要去输入文字 就能够生成专业级别的 YouTube影片缩图 甚至你看到其他创造者 它的缩图你很喜欢 你可以一键切换成你自己的风格 把人物切换成你自己人下 你可以看到这期影片 绝对只得一看非常好用 你可以现在就点击观看 的 好